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笔下有浪漫抒情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也有活泼动感的掀起你的盖头来 还有充满了抑郁风情的打板城的姑娘 他是西部歌王 也是西北民歌之父 而他却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传歌人 他就是中国民歌界的一代宗师王洛斌 1934年 王洛斌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到中学当音乐教师 自18岁考入北师大音乐系 他接受了四年欧美音乐教育 当时中国现代音乐尚未发育 王洛斌向往着巴黎音乐学院 希望在那里遇到更纯粹的艺术 然而抗战爆发 家国突变 让他的理想化为泡影 王洛斌跟随着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中国的西北 有一天 在六盘山下的一个大车店 一位老人唱着回族名歌《花儿》 王洛斌听见被深深震撼了 优美的旋律 浪漫的歌词 让王洛斌突然意识到 他寻找的音乐并不在西方 为什么要去巴黎呢 最美的歌就在中国 为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 导演郑军礼到青海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 王洛斌和一位叫卓马的藏族姑娘都参与了这次拍摄 在片场 卓马和王洛斌亲密谈笑 调皮的马鞭轻轻落在他的背上 王洛斌永远无法忘记卓马的笑容 把深藏心底的爱恋化作名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 1939年 王洛斌偶遇未劳车队 一个维族司机唱了一支新疆名歌 动人的旋律令王洛斌兴奋不已 他当即掏出纸笔开始填词 用简单却诗性的汉语来表达歌曲里丰沛的情感 打板成的姑娘就怎么诞生了 王洛斌将内心迸发的生命感受 和民谣原始的曲调结合得天衣无缝 看似简单的词作和节拍调整 有着对原生民族审美的深刻体会 在考虑如何让更多人接受 让歌声传唱得更远 当年藏族姑娘卓马调皮的马片 轻轻地抽在了她的背上 王洛斌写出了不朽的名片 今天王洛斌和卓马都不在人世了 只有歌声仍然在诉说爱情的美丽 晚年王洛斌说 我没有顾虑地把这段感情秘密告诉大家 祝大家心中的琢磨幸福 生命是一出美丽的悲剧 尽管我这一生坎坷 我的爱情都没有好的结果 但我仍然觉得爱情就是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